Hello 大家好 今天周四啊 安迪上来做一个公共视频 这个公共视频呢 主要是在这个美股创新高 继续创新高啊 并且今天S&P也是创出了新高啊 的前提条件下 大家应该如何看待美股后期走势的预期啊 安迪想给出自己的一个这个鲜明的一个观点啊 呃 我们首先啊 先回顾一下这一周发生的事情啊 首先是礼拜一啊 礼拜一的股指呢 其实是相当分化的啊 在这里这个纳斯达克啊 出现了继续探底的走势啊 就是这一根这个巨量阴线啊 在这不得不说 安迪在这个上周五的时候啊 在这个会员视频里啊 就给出了一个经典的这个策略 啊 2021年这个总体形态趋势已定啊 这是在周五 周五的时间呢 正好可以啊 非常好的把握到礼拜一的这次下跌啊 所以就是说是从这个呃 形态和时间周期上来看啊 我们这个会员已经把握到了一个相当好的一个低点啊 即便是反弹 这个低点也是非常好啊 包括如果从这个道琼斯的指标上来看啊 就是从这个啊 来看的时候 我在这也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啊 这个低点是我们把握到的 就说是礼拜一啊 其实前期还有一个低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会员视频里也把握到了啊 这是基本这两个月的时间啊 两个低点的一个判断啊 都是非常准确的 呃 如果有朋友看了安迪的这个公开视频 大家可能会知道安迪在两个月时间的左右的时候啊 基本上对这个美股的这个泡沫的现象啊 就给出了这个极下的反思啊 在这里呢 这个我做了一系列的呃 视频啊 其中包括呢 干翻美股啊 或者是散户割肉的上千种方式啊 光说了一种方式 就说是这个腰股回调啊 散户割肉死啊 呃 还没说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一语验证了安迪的这种预测啊 还是非常准确的 呃 这是礼拜一 简单说了一下 礼拜二呢 就等于说是同时的都展开了大幅的这个飙升啊 在这呢 也是呃 道琼斯啊 指数最为亮眼啊 把这个放放回去啊 把这个放回去啊 把这个放回去啊 啊 这是两个低点啊 这是从这个二月份啊 这到现在这个三月份的低点 这两个我们都做到了啊 然后这个 这个纳斯达克这个低点 也基本上啊 是可以的啊 从周二的这个时间来看呢 科技股呢 也出现了这个所谓不同程度的反弹啊 在这呢 可能跟这个权重呢 走了一波这个所谓的翘翘板 当天的行情啊 呃 周三又出现了反弹冲高回落啊 周四今天是高开高打啊 这说明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最近的这个市场节奏呢 可能 出乎人的意料啊 在此安地 现在要给出一个鲜明的一个观点啊 就说是美股创新高 就拿道琼斯和S&P来说 大家一定要坚决买入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之下来 我要跟朋友们简单聊聊啊 嗯 它并不是一个单向的一个策略 因为这一回的这个结构分化式啊 这个美股反弹啊 其实从纳斯达克的角度上来说 基本也要歇菜了啊 所以大家的很多的这个股票啊 我认为应该还都是 处在一种深套的区域啊 所以呃 对于深套的股票 我想大家应该割肉离场啊 呃 其实最近呢 跟一些朋友们交流啊 安地也思考了一些问题啊 就说是投资者中的这个心中的这个天使与恶魔啊 其实这个市场啊 和投资者啊 在心中啊 分为两派啊 一个是天使 一个是恶魔 呃 什么叫做天使呢 就说在天使出现的时候 其实在华尔街搞金融的也都是啊 就说是在一个正常的这个市场中经营的时候 呃 就是有条不稳的这些工作啊 对于这个公司呢 进行所谓的评估 呃 并对其有价值的公司进行投资啊 其实这么个市场或者是交易是非常无趣的啊 也或许是几乎没有人关注的 但是不要忘了 这是天使出现的时候 就像安地的视频一样啊 我们从来不跟风炒作什么科技啊 低价啊 垃圾啊 呃 也不跟风那些什么过热的一些博主啊 包括一些什么美国的这个三流基金啊 博眼球卖产品的那种东西啊 呃 不管他们有多么博眼球啊 我们也不会蹭这个热度 因为安地知道这个市场是怎么运行的 所以我们也提倡大家要理性投资啊 市场上永远有非常有价值的公司和股票 值得你去投资啊 跟风只会让自己死得很难看 从这回结构性的调整 大家就知道了 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 最幸福的就是手里有资金的人 并且安地之前说过 我们要回避风险的同时啊 保持自己的投资净值的增长啊 所以在这一波所谓的腰股 基本上都是50%以上的下跌啊 在这种前提背景下啊 我们的净值啊 丝毫无损 并且还在继续的成长 这就说明了什么 这就说明了对市场的理解和理性的分析 还有呃 客观策略的把握啊 对于每个投资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接着我们试图从另外一个角色 恶魔的这个角色呢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人性和市场啊 这个市场主要由大声的自我推广者啊所主导 他们试图呢 呃 推出最终崩溃的时尚产品 其实这一回啊 就说是安地只说这个从这个道琼斯纳斯达克简单的一个回踩啊 很多的东西呢 就已经是这个崩盘式的走势了啊 每个这个泡沫的这个时期呢 都会有这样的骗子啊 我们的心智呢 也时常会出现啊 有什么搞一票大的追追风 发个财 诸如此类恶魔的思维啊 其实大家或许不知道 在2000年的时候啊 很多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科技公司 当时都是上梦上百块钱的啊 到最后这个就经过一年会跌到什么地方呢 会跌到连一块钱都不到啊 最有名的一家公司就是这个互联网资本集团啊 从2000年最初的112美元跌到2001年9月份每股0.34美元 这也就是呢 现在很多朋友分不清的地方 或许也是说现在的这个美股啊 最为这个难以分辨的时候啊 就是说在现在的宣传的口吻之下 科技股呢 是不是正在泡沫的毁灭之中啊 或者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啊 这句话怎么说呢 就说是 如果大家看这个纳斯达克啊 是不是现在应该抄个底啊 很多这个腰斩的股票对于散户来说 会不会是一个天大的馅饼啊 听完了我的这些话呢 大家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我所说的意思啊 现在还有很多人抢着说要抄底啊 只要你愿意付钱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推广的 之前我也说过啊 美国的政治问题其实 每一个问题都是一回事 而谁给钱就推广谁 包括总统 甚至文化精神 都是可以做到的 有些朋友或许认为美国是一个很自由很民主的地方啊 很多的事情都有很严格的监管 或者是法规啊 但是这个在金融市场上啊 的确啊 值得大家去思考这些问题啊 可悲的是 现在我们还有很多这个YouTube啊 也跟着这个大家所谓的这个跟风炒作啊 推荐一些股票啊 让一些新入市的股民非常的兴奋啊 跟风买入了这些股票 在这里呢 我就不得说两句啊 他们其实不是大家的朋友 他们也不会在乎你的这个损失啊 他们只是就是把自己做活 把自己的产品推广出去 所以在这里 朋友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啊 对于那些过热的所谓的三流基金啊 你们要回避一下啊 包括现在我看了很多这个片 关键词汇啊 什么什么什么 能让你发家致富啊 或者是翻身啊 我认为都不太可能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你锁定的三流资金啊 三流资金如果他不做宣传 其实他的产品在美国的这个金融市场上也不会卖出去的啊 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三流资本 他也会选择做一些产品 就是说他也需要推广啊 就是那么简单的意思 你可以参与一下这样的股票 但是你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出来 不是拿着一只嗨下去 也不是拿着这个股票来回的坐电梯啊 更不是到了地下室才发现啊 电梯已经停运了 回不来了 现在很多人啊 给我这个来私信啊 其实都是小几万块钱 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正规的调整 或者是这个技术面的回踩啊 就剩了大几千了啊 小几万剩大大几千 这样的朋友比比皆是啊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这个安地前期的这个 视频 包括会员视频啊 我们就说是每期的会员视频呢 也都是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 来跟大家这个讲这些东西啊 包括布局啊 大结构啊 通胀啊 整体的思路和策略啊 这个我感觉呢 还是啊 给大家做到了不错的引导啊 现在很多人呢 苗定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基金排名啊 我就不举例子了 前面也说过了 我想说的是啊 不要被商业的利益 利益啊 欺骗了自己的所谓的逻辑啊 现在很多散户呢 都其实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啊 早已无法自拔 之前做视频 我就表达过啊 大家一定要看看 前期我就说啊 散户割肉大赛已经开始 前两周之前啊 其实那时候大家要出来 纳指可能相对的就跌到这个位置啊 但是这几天的连续的下跌啊 给大家带来了这个非同一般的损害啊 大家不要看这个综合股指现在有望上盘升的迹象啊 但是影响到个股啊 其实大家手中的股票啊 也是很难再创出新高来了啊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朋友们说的一个啊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会员视频里反复说过 讲到了风险控制的仓位啊 调仓换股 积极的策略 等待市场进一步的变盘 并且把握住了近期市场上涨的主线啊 这个就需要分析的模型和策略的制定 嗯 现在我们的账户呢 还是继续保持了这个运行 并且我们在这波下跌做空的节奏中啊 也是让这个风险帮助自己盈利了 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去复制 但是这个 大家可想啊 很多的股票拦腰啊 折断这样的风险 对于一些这个交易有策略的人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赚钱的机会啊 所以现在大家一看见那些这个所谓的没有风险意识的整个市场都是宣传片的逻辑性啊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什么几倍啊 建仓啊 敏感的关键词啊 其实安迪的这个视频呢 一个这个词都没有 因为我们也不需要来推广 并且成为这个成功的投资者 毕竟是非常少数的啊 这个跟粉丝的多少没有关系啊 更不要说很多人本身他就是一个网红 所以大家这个做投资啊 要回避网红啊 回避网红 回避三流排行啊 就是那么简单 我们首先要做个聪明人啊 才能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 不要老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要学会自己选股 自己制定自己属于自己的系统和策略啊 这就是安迪的会员视频啊 上来先给大家一个范围 让大家都能获利的基础之上啊 去了解自己和市场啊 不能人云亦云啊 安迪从来不在公共的场合里说个股啊 因为没有做推广的必要 把握波段啊 做好了波段 我想选择正确的标的和范围啊 成功都是一个高概率的事件啊 咱们的视频呢 也不是说关于成长类的视频 什么大家同我一起成长啊 安迪早就已经成长很久了啊 现在就是已经是慢慢的老化了 已经也不需要再成长了 我们就是少数的成功的投资者啊 呃 才会看的股票投资的新智频道啊 这是我这个对近期的一些感触啊 好 我们现在回到道琼斯的这个股指上啊 今天的核心呢 要扣扣提啊 就说为什么现在大家还要积极的入市啊 就是从这个形态趋势上来看啊 现在道琼斯呢 其实做了一个W底啊 W底之后呢 创出了新高 这种走势从形态学或者是技术面来表示啊 就说是上涨打开空间啊 从爱真P上来看呢 它前期呢 也做了一个W底部啊 然后呢 近期呢 大家也看出来 它也做了一个W底部啊 向上啊 变盘选择了方向啊 这样给它的这个呃 运行的轨迹和空间啊 也提升了很多 现在就是纳斯达克啊 为什么说纳斯达克呢 现在最为危险啊 因为散户呢 基本上都倒在纳斯达克的这个腰股的血迫之中啊 安迪对纳斯达克的股票呢 安迪认为散户应该及时的止损割肉离场啊 好 今天呢 就是安迪简单给朋友们带来的分享